毕竟跟人家不一样嘛 你一个印度人突然间去做华人餐 哈喽 欢迎来 我是这边做竹炒老板 我在马阿摩哥603 然后这个招牌菜就是我们的螃蟹 然后有黑胡椒、辣椒螃蟹 还有那个咖喱头也是蛮出名的 我是马来西亚怡保的 然后我12岁入这一行 然后现在都已经39岁 然后做这行大概有二十七半年了 然后我是一直以来没有改过行业 都是做竹炒的 之前我是在那个Thompson Benduk 然后去Galang 然后后面来到这边 跟我一个朋友合作 然后就开成这个小黑静默器 然后The Black Key Seafood 我是从4岁是被华人家庭收养的啦 然后到我12岁没有读书了 我就出来做工 做工就一直到现在啦 然后毕竟这一行也是很难去做 很难去面对 我是一个印度人嘛 要做竹炒是很特别的 那时候也是很多人讲 你印度人做华人餐OK吗 然后我就没有想过放弃 一直到在那边挑战自己啦 到来到新加坡也是有点压力 因为毕竟跟马来西亚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来我自己学了很多东西 就敢敢去做帮卧啊 切菜啊 人家讲不行的东西 我都会去改变 改变到现在 有自己的一点成就 当你有一次你自己回去自己做老板的时候 开个小档口 人家就会问你 你一个印度人来做竹炒 干净嘛 就人家很奇怪的 我也是听到很不舒服啦 那毕竟我还是在做好的生意 我说我也是有洗手啦 轮到干净一点 OK吗 我说印度人也是可以做竹炒 就马来西亚有这种反应 在新加坡也是有尝试过这个反应啦 这个自己的问题嘛 毕竟跟人家不一样嘛 你一个印度人突然间去做华人餐 也是奇怪啦 有些你叫一个华人去做 Doti Pranta 我们也是觉得很诗奇啦 我12岁要毕业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要上中学嘛 我老师问我一句问题 你是属于什么佛教啊 什么教养的啦 我都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出路啊 然后我就随便讲啊 印度咯 你就讲印度就对了 直接到我成长了 我差不多有第一个女儿的时候 然后我结婚了嘛 2009年的时候结婚了 然后我就所有的钱都已经没有了 结婚过后然后开一个竹炒当口 老婆鼓励我 我的屋口剩下140块 开完所有当口 如果那天没有生意了 我就完蛋了 因为刚好老婆又有了嘛 然后我就很幸运把自己认识的食物怎么煮我都经我的一生的能力去做啦 很酸鹰都给我做得很不错啊 但是我曾经不好 不久了 因为做了几个夜啊 那个咖啡店的老板 你的生意太好 已经上到其他人的生意了 他就选我做了 我来新加坡是2002年 那时候呢 我去一间集会发情供 然后有一帮印度人 不是一帮啊 其中一个啊 他就骂我 拿印度话来骂我 但是我也不懂听啊 这个很真的 真的不懂听 因为被收约了 但是他就想打我了 因为他以为我在玩他 但是幸好我的工友啊 他就出来跟我说 这个人真的不懂说 所以先冷静下来 我每次我去到哪里 开到哪里 都都跟到哪里 很感动啊 因为我觉得认真 就是没有错 因为我老师讲过一句话 天下无难时 只怕有三明 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了 其实正式来说 我学习在马来西亚 在我小孩的时候 12岁的时候在马来西亚 但是那时候的知识不多 但是我大致上的时间 我都有新加坡 但是我也是马来西亚 我都喜欢吃尔寶的东西 就用自己的灵感去想出来 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星马两边的 然后我的出名菜 为什么我说的辣椒蟹呢 辣椒蟹是我小孩 12岁做主炒的时候 那个头手 那个老师教我做那个酱料 那个酱料以前是用来蒸鱼的 那么我就帮它改成 现在我自己用的 变成做的那个鞋 但是很多人接受 然后那个黑胡椒呢 我是用 我是看日本徐司煮东西 煮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黑胡椒 加上什么会比较特别 那么有些唐人见到我在这行 也有客户 就是说那些粗口都 揉了出来 毕竟我进这行 有些人看不起的 那时候 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看法 不管的是什么人 是地球人就对了 这样子可以做工 我也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大家都是吃同样的米 不管的是什么人 因为你今天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那个人都是慢慢爬上去的 我们不可以看不起 任何一个人 我的性格是这样的 所以不懂得做的 慢慢教 无论他智商多高多低 我有一天会成师傅 我也很开心的 如果是经验入院 我觉得我没有白癖的 真的很辛苦 你看有时候我走出街 每个人都懂英文 但是我不懂 我是靠努力 死做 才能做到这样的事 然后要任何人认同 我帮几间公司 去做 做到生意又 人家一脚踢在你 没办法的 然后现在我在这边做 我努力 我和朋友合作 他们认同我 我觉得是 不知是拜得神多 或者是什么 我可能觉得我自己 自己的努力 已经见到一种成绩了 因为做食 就好像 我教我的子女 没有一个人讨书 是一定最厉害的 但起码你做人对 我做我的子女 也是这么说 这块 这块 让我体会了 我自己的人生 我要自己控制 不要被人控制 我都希望那些 不行的人 都要慢慢一步一步 没有一步登天 真的是一步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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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